小虎年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虎年向太平王请安 太平王 今日看上去 比春大波的时候 更鹦鹉了 小虎年真会说话呀 不知道你那两个妹妹 是不是也像你这么聪明伶俐啊 虎年哪里算的聪明 全因我愚笨 所以对两个妹妹 属于管教 我时常内疚 万一他们做错了什么 都应该算在我的头上 毕竟他们还是小孩 哦 这么说现在小孩子 都可以做毛腻这样的大事了 那像我们这样的人 真应该算老朽 根本不配站在这儿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虎年 我曾经答应过你 不管你提出任何的要求 我都会尽力地满足你 你今天来 是因为五谷里出事 所以记起我这句许诺了吧 太平王 没错 我是答应过你 只要我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都会尽力满足你 可是 不包括谋逆之事啊 但五谷里是 是冤枉的 她是我妹妹 我最清楚她 她只是年幼无知 绝不会做出谋逆之事的 是吗 那你如何解释 你这个年幼无知的小妹妹 拿着你父亲的令牌 跑到李狐的府中 参与 他们的谋逆打击 李狐的儿子习尹勾引乌骨里 我妹妹只是被花言巧语梦骗了 胡娘啊胡娘啊 你是太天真了 你对你的妹妹到底了解多少 你知不知道她在狱中发誓 和习尹同生共死 她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我此事饶恕了她 迟早 她也会为了习尹 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 这不可能 好 胡娘 你现在为她求情 为她担保 如果她将来罪证确凿 再被抓获 那你就要为你今天的言语 而付出代价 现在 告诉我 你还为她求情吗 不会的 我无论如何也要救她 只要太平王放过我妹妹 胡娘愿意承担所有的罪名 毛逆可是死罪 你愿意用你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你妹妹的性命吗 我愿意 为什么 因为我是她姐姐 张姐如母 我是她最亲的人 你的意思 你会为你的亲人 牺牲你自己 我愿意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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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了好了好了 小姑娘 不哭了 不哭了 是我不好 我没事 是我吃她 不哭了 我一直都在听你说你的事 你的亲人 你的妹妹 你能不能听我 说说我的事 我的原配王妃去世之后 我已经一个人生活五年了 我已经一个人生活五年了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 我会珍惜你 爱你 保护你 太平王 太平王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京城有许多妙龄少女 对你亲母 你 你又何必 跟我说这样的话 没错 我颜萨阁要娶妻 整个大辽天下 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把女儿嫁给我 可他们要嫁的是太平王 是主上亲弟弟这个身份 不是我燕萨阁这个人 请恕虎年冲撞 在虎年眼中 太平王 你也只是太平王 我看到的 也只是你的身份 我并没有真真切切 感受到你这个人 现在 你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我这个人 虎年 我在宫中看惯了全世的朝起暮秘 今天我是全清天下的太平王 明天我可能就会沦为阶下囚 甚至会伸手易出 我也渴望在这世上 能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让我觉得可靠 就像现在这样 你懂吗 虎年 我不懂 什么事 我vo车 你不懂 你没选过